讓我們請歡迎金棒一滴 張鎮 恭喜恭喜 展示一下Katia 當然還要展示一下你的巨星魅力 你自己好像有很多Katia的收藏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不會有一些啦 但不能算是收藏 但是有一樣 有一樣的東西 我自己蠻想過 是他們的神秘中 什麼叫神秘中 就是 就買回來之後 再也沒看過他 他走在哪裡 我還算 他怎麼會走 我最好適合 你捨得 真的啊 那到底是多捨得 你只有去 確定要是他 對他 你那天看到他 以後再給他 這麼神秘啊 他修辭 是 還要唱的 怎麼捨得 神秘中是以前 他們用一個非常經典的設計 然後是一個坐著 放在書桌上的小 一個主大概一個首長的 然後這個設計是他們從 上個世紀初 到現在都沒有變過的 是只一百多年 他機械部分 我們就不是很多 我就不介紹 但是他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是會像 他有鬧力的 那他那個神秘中 很小聲的 不是那種 神秘的鬧力 他那不是像 潮比起床的一種 很優雅的 很舒服的教練 他不是金髮嗎 第五十八屆金髮獎 最佳男主角張震 就是卡蒂亞 他們的全球品牌大使 而他現在來出席 他們卡蒂亞所舉辦 全台灣規模最大的 國際珠寶展 你是不是也很想跟上 他的腳步呢 帶你一起去看 這位Model戴的是祖母綠項鍊 30顆上比亞產的 橢圓形祖母綠 重量23.16克拉 靈洞寶石瀑布 是不是讓人舉手投足 萬發活力啊 參考價格6650萬 再來看旁邊這位Model 身上是水果井能系列 裡頭有兩顆來自 墨三比克的六角形雕刻紅寶石 總重90.92克拉 還有四顆來自 尚比亞的突圓形切割祖母綠 41.02克拉 搭上同系列戒指 哇賽 你眼球被吸引住了嗎 在這個珠寶世界 有30件首次抵台的 頂級珠寶作品喔 展覽還一共有250多件 輝煌設計 總價值超過23億啊各位 我們再來細看他們魅力有多大 他們這次展覽一共分成三個篇章 第一個叫做聯誼效應 裡面有什麼 來直接抓重點給你 這個是全場最高單價的 卡蒂亞1895系列粉色鑽石戒指 一顆2.75克拉 燕彩紫粉色 矩形切割鑽石 還有多貴 好多個零喔 兩億五千六百五十萬 是不是好動人啊 值得任何寶石 跟任何猩猩材質的出現 所以當然 呃 他就會慢慢 就有點被忽視掉了 所以他卡爹想要把這種感覺 以前 我們復刻的感覺 帶回來 跟大家做溝通 所以我們這次才有全這樣的設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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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第二個篇章 第二個篇章叫做《繁茂自然》 它裡面就是有很多充滿設計性的作品 那我們剛剛一眼就看到了這個 上面有一隻老虎的長項鍊 好可愛喔 來看一下 鏡頭看一下 上面就是一隻老虎 然後它看守著這個摩根石 寶石上面還雕刻著花繪圖案 其實你是可以把動物拆下來的 它就可以揭露出這個項鍊的第二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就是 它的吊墜的核心其實是中空的 可以來裝香水 是不是很特別啊 就知道沒有什麼 Angros 再来我们来到第三篇章 灵动姿态 这里都是用美洲豹来展示的 而且艺人争织潮最爱的款式 就在这边 有哪一件最新的工作 除了刚刚的鳄鱼之外 刚刚我们一起看到的流沙 那一支表我也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不但是在配搭上 非常的亮眼 再来就是那个流沙 金沙 随着表面流下来的时候 真的会有一种失忆 时间就是这样 这一刻也是这样 过了就没有了 还有这款1820万蓝宝石戒指 是张震世戴过的 跟品牌一起合作第五年 然后慢慢对他们的认识 就是越来越多 那我自己本身就比较习惯 一些比较古典的设计 那像这个点的话 我就想要让他们 比如说五十年代 大概六十年代的设计 那我觉得自己个性也可能 平常生活里面也比较低点 然后看到这样的一些 其实它是工匠艺术转化成 工匠技术转化成艺术 我觉得跟我自己就很像 你把自己设成艺术了吗 我本来是工匠 这个慢慢好像可以装着这样的东西 好 要不要靠近一点 你可以靠近一点啊 对啊 太远了我觉得 对对对对 难得吧 我们一起这个沾沾洗气 沾沾洗气对不对 刚得奖 这边一定要 OK 来 你这个金庞产产的影帝 来让大家沾沾洗气 OK 谢谢 有吗 有吗 都有了 好 好 他們這個展是在松菸這邊舉辦的 看完是不是也好像來逛一逛啊 不過其實他們這個展 只有開放給VIP的客人來逛 而且他們特別開放一個VIP室 給大家來談生意喔 不過小資族小資女不要灰心啦 多看幾次我們新聞來重播幾次 激勵一下自己好不好 而且其實啊不買好像沒關係啦 自然就是美嘛 鎖定發大名聲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